重庆市考试院发布消息称 7月23日12时为重庆市2020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时间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重庆南开中学考生芬兰元的家里 用镜头记录了该名考生查分的那一刻 芬兰元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 高中阶段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霸 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芬兰元的家里时 他还在阅读历史类书籍 芬兰元表示 等待查分的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煎熬 查分当天凌晨三点钟 他就因为紧张而睡不着 有一点期待 然后有一点紧张 有点激动 睡得一点都不好 我凌晨三点钟就进去查分 半夜查不到 然后早上六点钟又醒 又去查分 一眼没查到 芬兰元从同学那里得知 11点半就可以查询到成绩 于是他拿出手机 将闹钟设置为11点28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当闹钟响起时 他立刻拿出手机 打开成绩查询页面 然而因为登录人员较多 造成网络和系统繁忙 他只能耐心地等待 11点45分 他再次打开查询页面 这次很顺利地查到了成绩 644分 芬兰元表示 这个分数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 他和爸爸妈妈分享喜悦后 一个人躲到房间里 喜极而泣 哇 今天真的死了 你还超无人知 芬兰元说 高三奋斗的这一年 虽然过得非常辛苦 但是付出的努力 还是取得了回报 高考确实是 人生很重要的一场考试 所以它的重要性 和是其他考试 非同繁不可以比的 然后就让你感觉 是一种举重若轻 后期勃发的感觉 因为你是用十年 无数次上百次上千次的考试 去完成这一场考试 所以说真的是 有一种十年寒窗的感觉 芬兰元的目标 是上一所名牌大学的 法学专业 他的梦想是用法律 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们继续一下